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门和黄瓶是一水之隔 具有越澳合作的先天优势 黄瓶被视为澳门的后花园 回顾过去十几年 黄瓶有着很大的发展 2009年中央政府决定同意开发黄瓶岛 并将在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 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需要 其中一个重要体验 就是同年支持澳门大学的黄瓶新校园 是一国两制法理层面的创举 行政长官汉一诚接受我们的访问 为我们解读 黄瓶与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就是5号公布了 大家都很期待 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 将会为澳门带来什么新的机遇 黄瓶与澳深度合作区来说 我想是一个比较新的模式 在我们现在全国来说 乃至全世界都很少有这个模式 因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 和我们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 大家混合了一个滑琴 一个共同的发展 这个对澳门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 和一个挑战 今时今日我们拿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 大的面积 106平方公里 和这个我们真正落实到 2011年开始 讲了这么多年的 将近十年多的 一线放开两线管住 这个制度 这个不是一个口号来的 其实真的要落实 一线放开 真的要一线放开 就是那里是一个全面税的概念 所以这个对澳门来说 一个比较 和澳门的生活水平 是一样的地方 这么多了空间 我想这个是一个完全具体 很典范的一个做法 很放手的 很相任澳门的一个做法 因为整个我们的管理体制里面 一个管理委员会 和下面一个执行委员会 这个两层架构里面 我们澳门都是参与的 第一来说管理委员会 是省长和我们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 是一个双注任制 这个是双注任制 这个作为一个制度 不是今天何一成做 明天下一次就不知道谁做不会 是一个固定的 是一个澳门特区行政区行政长官一定的 广东省省长是一定的 我们共同去管理 刚才也提到 横琼会实行双注任制 但是常务副主任 就会由澳门去派出 那是否意味着澳门应该会 承担更加具体的建设任务 会 这个肯定的 所以我刚才说好 感谢中央对我们的信任 这个就是一个信任的制度 对澳门特区行政区 在实行了一国两制 这二十多年以来 我们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按照中央的政策 按照澳门市民的期望 做得好的基础方向 所以中央是相信澳门特区行政区政府 符合中央有关的大政方针 所以这方面来说 我想是对我们政府有一个新的尝试 一个挑战 我们在横琼的做法来说 要符合内地有关的基本制度 但是要引入澳门的优越性 就是资本主义的灵活性 在那里我们作为一个新的制度的尝试 透过不断建全粤澳共商 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 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将为澳门一国两制实践 行运致远注入新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